馬英九總統就說 槍擊案重創台灣的民主 政府會查明真相 有分析就認為 槍擊案有利南營在北部的選情 由方東昇在台灣報導 馬英九總統投票後 到醫院了解連性民的病情 他再次譴責暴力 我們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不要在這個時候 來進行任何的攻擊 當局家派保鏢 協身保護各個市長候選人投票 又加強他們住所的保安 郭隆斌說擔心連性民的傷勢 昨天心情很複雜 大概到一點多才睡 因為聖文英雄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我對他的傷勢 也非常關心 所以一直到看到電視上說 他手術完畢出來以後 我才上床 我們呼籲警方早日 把全部兇嫌逮捕 並且警述公布案情真相 讓大家都能夠知道 那我們再次的嚴厲譴責暴力 希望社會能夠安靈 不少選民說 暢敬案不單止傷害了連性民 亦都傷害了台灣 希望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無線電視記者方東升在台灣報導 西路台灣選舉最新的消息 台南民進黨的候選人賴清德已經自行宣佈當選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